单曲循环 你有没有试过一首你很喜欢的歌 不停的单曲循环 慢慢的 你会开始厌恶它 那上海的一个商场 一首歌在广播里单曲循环了十年 又是因为什么呢 我是专家 在上海徐家汇有一家百货商场 它开业于1993年 曾经是上海非常繁华的商场之一 而渐渐的人们发现 从开业起 这家商场总是在不停的循环同一首歌 宝贝对不起 1996年 就曾经有人在报纸上发文 批评商场这种让人不可思议的行为 认为顾客或许只是偶尔听一下 但营业员却是不停不休的听了三年之久 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歌曲依旧在商场里无休止的循环着 如果你听过这首歌 你会发现 歌词的大意其实是在不停的道歉 所以人们开始猜测 不断的播放这首歌 是不是在向什么东西道歉呢 而人们渐渐的发现 这个商场的旧址 正是一间废弃的孤儿院 一直到2002年 这首循环了十年的歌才被更换 可时至今日 有上海的朋友告诉我 虽然不再是无休止的单曲循环了 但时不时的 还是会在广播里 突然的出现那首 宝贝对不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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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